杨幂登春晚接受后台专访2月9日 杨幂爸爸发文 庆祝女儿手上春晚 并配文称 女儿真的太给力了 登上春晚特别有面 长脸 2003年9月 17岁的杨幂拿到了她人生中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剧本 她与佟大为 孙丽等人 合作出演了年代爱情剧红粉丝家 并在剧中饰演了一心想成为歌舞团演员的理想 而杨幂也由此正式拉开了个人演艺生涯的序幕 2005年 杨幂以专业课第一的成绩 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表演系 一边读书一边工作 同年 她在古装人物传奇剧《王昭君的女主角选拔》中胜出 顺利在剧中 饰演了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 之后 杨幂还与胡歌搭档 主演了古装奇幻剧《聊斋志一之小倩》 并在剧中饰演了清丽脱俗的女主角聂小倩 此外 她还出演了剧情电影们 笑着活下去 2015年3月 杨幂与陆涵搭档 主演了现代悬疑剧情片《我是正人》 并在片中饰演了 虽然双目失明 却正义凛然的命案 目击着陆小兴 当时 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场 开儿童表演培训班 杨幂的父母抱着适时态度 带她去报名 虽然年龄不足 却被破格录用 6岁时 杨幂又和六小灵童合作拍了《猴娃》 从那以后 杨幂又陆续出演了好几部影视作品 在业内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儿童演员了 2001年 15岁的杨幂在同学的怂恿下 把自己的照片寄给了瑞丽杂志社 报名参加了平面模特的选拔 本来对于成功入选 杨幂没抱多大希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